继续关注苏丹撤侨消息 30名我国公民昨天从苏丹撤离到沙地吉达 但原来他们原定是从喀吐木乘坐撤侨专机回国 不过由于苏丹突然关闭领空 原本获得的起飞许可也被取消 众人因此改为乘坐沙地阿拉伯船舰前往吉达 并且在今天搭飞机回国 预计今天下午4点就会底部激动坡 新台下时报报道指出 30名国人历经30个小时的陆地撤离路线抵达喀吐木 我国原本获得苏丹的批准 让国人在4月24号从喀吐木搭飞机回国 无奈起飞许可临时被取消 所幸的是我国驻吉达大使馆早有替代方案 30人最终顺利乘搭沙地海军船舰 经过9个小时的航行 昨天凌晨安全抵达吉达 并会乘搭沙地航空SV834搬机回国 预计今天下午3点55分 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到时候首相纳杜斯伊安华也会前去接机 外交部长纳杜斯伊赞比里 感谢沙地和阿联酋政府协助我国撤侨 按照顾